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的角 这里是全境封锁2 神盾战队的指挥官 那么呢 这期呢 给大家带来是十个猎人的全面举 收集攻略 那么接下来第一个人是在西南取一个雕像的旁边 你要站在国旗下面镜里啊 这样的话就会触发猎人了一个而已哦 只有一个猎人 啊 果然是这样 它是要靠近旗端才行 我刚才自己是试了一下招出来了 接下来到东下城区一个控制点的旁边有一栋房子 然后我们要走到下面去 总之 你跟着我走就对了 好的 来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窗户上有很多靶子 然后你要从上面往下一个一个打 然后打这些把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西区的一个直线任务救济营的里面啊 当然了你首先要完成这个任务 我是早就完成了 所以说我就可以直接进来了 然后进来了之后你来到一个绿色的水池旁边你要进行开合跳啊 当然了在此之前的 你要确认一下游戏内部的时间 打开相机 照相模式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那个游戏内的时间 你要等到往上七点 也就是19点的时候再去出发 然后现在呢 已经是往上的七点了 那当然天还是亮的 我们来进行一段开合跳 接下来是东下城区 联盟体育馆旁边的一个庭院内啊 很很明显的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庭院内 待会呢 这个猎人他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先回去 在这里出发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屋子的另外一头 也去触发一样东西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屋子的另外一头 也去触发一样东西 接下来我们到地图左下角一个地下室里面 去跟一台电脑互动 他会告诉你猎人出现在哪个地方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往上过去就好了 往上的话到那个补给点 然后打破一盏灯泡 然后猎人就出现了 不要打破一盏灯泡 你应该去开玩了 好多了 没有你你已过来 不要打破一盏灯泡 这位顺便是小 Rhett 好了我们现在打开了地图就是在这下面这个补给点 然后我们往上过去的时候对了这个灯泡来一发 然后猎人就出现了 接下来我们到东区广场这个补给点 然后待会呢你要拉一个拉杆 然后再围绕着圣诞树跑三圈 看到后前面的圣诞树没有 我们往回走 在这个屋子里面有个拉杆的 对了就这边 接下来我们去跑步吧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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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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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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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